大家好,今天呢我将把这个游戏的整个玩法呢给大家介绍一遍 真正男子汉 首先呢我们来看每一天呢我们登录的时候呢都会有奖励 我个人呢是这几天登录之后呢这个奖励都没有去领 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第二天第三天我一直领到了第七天 我只有第一天呢是为了做这个视频做这个试玩版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能够领取奖励 然后上下的奖励呢我们后边再补足 然后上边有一个累积冲钻去领取的特殊奖励 当然那个奖励呢要比较好 有这个能直接合成武器的卡片 当然数量呢也是足够的 上次呢我们看到的是我手底下有两个伙伴 一个是郭小冬一个是杜海涛 今天呢我领到了一个女性的伙伴大美女小韩 现在呢我们领取一下这个签到奖励 和每日的这个单纯的奖励 我们有一个VIP礼包 这个是系统赠送的 要不说这个游戏不花钱也能玩呢 我们现在看到最后的这个选项是有这个激活码的 激活码我本人目前没有 不过呢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网上找 应该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免费礼包去发放的 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每日领取的这个宝箱奖励 这个宝箱奖励第一个呢是冷却时间很短 大概其在十分钟左右 每十分钟能领取一次 每日好像最多能领取五次 这个奖励比较差点事儿 第二个奖励就比较好了 一天领取一次冷却时间24小时 第三个宝箱的冷却时间是最长的 应该是大概其一周能领取一到两次 接下来呢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用的武器 通常呢都是以枪械为主 今天呢我新领了一个红龙火枪 这个火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喷火器 它的伤害系数非常高 弹药数呢也非常足 当然装弹的冷却时间呢比较长 那个这个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一点 这把枪呢应该是如果你出会员的话 会赠送的比较快 你会在第一天就得到这把枪 而我呢只是登陆了七天 系统就自动送给我的这把枪 现在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这个新伙伴小韩四星的人物 他呢属性比较高 当然呢级别比较低 毕竟我今天才刚刚得到这个人物 跟前面的喷火器一样 登陆几天之后呢会自动送给你 当然我们得到的伙伴呢 他不但能帮我们出战 还能守护我们 给我们增加属性 现在我第三个伙伴要增加这个 护卫的话需要我的等级 我目前等级还达不到 然后呢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挑战场 挑战场呢首先来说 还是跟上一期一样 先点赞 上来我们给王班长点赞 然后呢得到了回馈是四万三千多块钱 当然我们要想再点赞别人刷新的话呢 就要花钻石了 接下来呢是实验室 实验室呢是一个挑战难度相当高的副本 在这里呢我们是三个伙伴轮流帮我们作战 并且呢我们每天可以补给两次 这个补给是免费的 可以给我们增加攻击力防御力或者移动速度 我们三选一即可 然后呢这个副本好在哪呢 我们可以掉落这个宝石 宝石呢是融入我们个人身体的给我们增加能力的 接下来呢是世界boss的演示 世界boss呢是每天刷新一到两次 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时间呢就可以进入 击打boss造成伤害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给我们判定排名 我们对boss造成的伤害值越高 我们排名越靠前 并且呢我们的名次越靠前 我们得到的奖励呢就会越丰富 当然世界boss也是很厉害的 几下就把我捶死了 由于呢世界boss挑战的冷却时间相当长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我们呢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反正我呢是每天都要打boss一次的 然后呢会得到很多的奖励 有的时候还能得到宝石 当然左上角的这个冒险呢 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一下了 这个很多的冒险关卡在后续呢 都是要通过我们打副本 把某些章节给通关了之后 它会自动开启 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得到很多奖励的好去处 首先呢我们来看 那个我最早打通的这个是第一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自动它会送给我 让我去探险 我们先点进去看看 我的三个小伙伴呢会在一个小时内归来 在这一个小时中呢 我们照样可以打副本去带着三个小伙伴 这个只要是挂时间即可 系统呢会自动的赠送给我们足够的金币 供我们花销 最后呢重中之重 就是介绍我们的竞技场了 竞技场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对抗赛 一种呢是竞技场 首先呢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对抗赛 对抗赛呢我们先要匹配对手和队友 这个就跟英雄联盟的匹配机制呢差不多 大概其在30秒之内呢 系统一定会帮你找到合适的对手和队友 这个界面的右上角呢是个段位 这个段位机制呢随着你的段位提高呢 你的人物能力会加强 好我们呢现在已经匹配到队友和队手了 现在进入载入画面 进去之后呢我们会被分配到左方或者是右方通过这个系统选择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多利用黑洞 还有利用这个保护罩呢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以及对敌人的打击量 我们玩这个PK游戏的话呢尽量是靠后站 如果你的装备要够强的话 你的属性比对方要高的话 你就往前冲 这个是无所谓的 好我们看到我方呢现在是占了点便宜 我们优先呢击杀对方三次 每次呢当一方的十个生命都被击倒之后呢 这场比赛就会结束 现在呢是三比三 我们这方呢现在又一次困灭对面 现在呢对方只有四条命了 如果要是说我方一不小心呢被对方翻盘呢也是有可能的 玩这个游戏呢大家尽量要分散着站躲避对方的黑洞 黑洞呢是极其容易去造成穷工伤害的 我们看到呢对方用黑洞把我们进步在上方 而我们用黑洞呢也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呢损失了对方的一定血量 对方呢已经攻到了我们的堡垒门口 可是呢我方呢又复活了 一次呢又击杀掉对方三个生命 好我们在这个战斗途中呢吃到了两个buff 一个是加移动速度的 一个是一把刀是加攻击力的 现在呢我是放了个二 冲到了对方的人群当中 被对方用黑洞进步 然后一通炮火扫射送我上天了 在这途中呢我的队友应该是复活之后把对方击杀了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而我呢是第一个乐观的劳同男 跟一个叫超神的队友给这个勇敢的东平文打了下手了 当了这个衬托了 对方呢直接被他击杀掉了七个人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场 经济场是个人战而且呢能够带伙伴 这个呢是哪边人物能力强伙伴能力强 哪边呢就会获得胜利 这个是属于一个小碾压局性质 我们呢先来挑战一下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9045 进入战斗的画面 我们呢只需要控制自己的人即可 然后随便放两个技能 现在呢我的伙伴已经给我们加了buff 提高生命力和提高这个攻击力 这个应该是小韩的能力 然后呢我方阵亡了一个伙伴 对方呢是全团背面 然后我获得战利品是一万块钱加三十功勋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勋有什么用 这个是给我们提高军衔的 我们呢提升军衔有钻石升级和这个普通升级 普通升级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济场 以及某些特殊的奖励副本中呢 打到的这个功勋值 我们左下角呢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功勋 存了好几天的功勋呢 我一直是忘了去领这个功勋升级 首先呢提高军衔呢能够给我们增加一定的能力值 增加战斗力 以及呢这个每日我们能领取的金贴 领取军衔越高呢领取的金贴呢会越高 我现在呢是升到了少卫二级 然后升不上去了 小韩呢已经给我提示了 少卫二级 当然呢系统每天呢也会赠送我们一些功勋 这个功勋值呢比较小 大部分的功勋值呢还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和奋斗 好了各位小伙伴 我们本期呢就介绍到这儿 正在待灭 一期口罚吧 我不会再到 明星就要去闯 做你的英雄 今天暂时报道 真正男子汉 同时放手标 新闻报道热血集结 真正男子汉 良心出品 不花钱也能玩得很爽 你值得拥有 不花钱也能玩得很爽 不花钱也能玩得很爽